大家好 欢迎回到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梦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我们今次回来讲一讲这间传奇旺店 叫做吉耿 他的猛热 我们一会儿帮他回带回味一下 都叫做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真的叫做人气爆灯 因为叫做帮过这些手足 令到 排了长龙 我还记得当时都两年多前了 回到香港时 我记得 哇 要不要这么夸张 排队吃这一口吉耿 有什么好吃呢 他们个个都不是 因为他的东西好吃 而排了队 竟然就是因为这个的 黄圈 所以弄到排长龙 成为一时皆华 在他那些黄圈的口中 还有吃理念 是吗 吃理念 是 因为当时 为什么当时这么夸张呢 因为有一天 有疑似黑暴友 跑了入这间县里面 在警员追捷入去的时候 有疑似这间县里的店员 或店主 在地面那一层 与防部警方 又有些事 为什么要进来 之后 哇 在这段小小的时间 竟然就有手足 就在上面跳了下来 又说到很夸张 又说到有警员推他下去 对 哇 有没有搞错 你刚好截住了 阿sir 他怎么飞了下来的话 关于阿sir的事吗 是吗 当然不关事 不过他们只是说一说而已 总之很夸张 一举成名 就成为了一个很传奇的 黄店 就打了强心针 哇 就时而世逆了 到了今时今日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帮你宣传一下 你快变成了死梗 死梗 那就放了一张东西出来 生意好呀 真告急 我看到这个挺有趣的 什么假告急 是的 没理由 应该是真的 不过他们很喜欢的 这些口号 就是真什么什么 真是一点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所以他就这样写 告急 那我就要想一想 那是不是假 是不是假的 假告急 就是要写明真告急 如果再迟一点 你又说真告急 你都未死得 你又是在这里 真真告急 真真告急 会不会呢 真真告急 真真告急 那也挺烦的 我觉得 这些人真真假假呢 我们都不知道 那现在为什么出来要这样说呢 似乎真的 没什么人吃了 因为较早前 我也记得有 网友跟我说过的 就说 是呀 哇 这家银子 就来死了 看看有没有人来吃了 那就是呀 那家银子还要这么大 事到如今 就不能够 不和大家宣布一次 真的要告急 经历了两年多的疫情政策 第一次暂停晚市之后 香港的饮食业界 明显出现了严重的影响 很久都未能够恢复 说他们以西餐为主族 所以饱受其中之苦 还说 至今生意颜 已经累积下跌 超过六成 噢 不只是他这盘生意 有下跌的问题 对吧 那我见到呀 那你下跌六成的 起码就有四成 对吧 对呀 还可以吃呀 不是没有肉吃呀 对呀 那加上去 刚才他也说了 那变成了 他外买 难道是去照买什么 不过呢 我觉得 如果你们是 黄店的话 就算外卖又如何 都要照样去帮顺 对吧 要计就是的 大家都是同一个理念嘛 但是为什么现在要高级呢 是不是理念变了呢 也不太明白 理念我们也说了 是不饱吐的嘛 不饱吐的 可能是理念的 那叫一个外卖 那就是二十几元 那不如吃两种饭 填饱肚子最重要 对吧 那就是呀 加上疫情 大家的闲钱 就不算多了那么多 所以呢 我正在辣肚皮 我自己填饱肚子 还要买你的理念 回来吃 你都瘋了 所以都不会来 帮衬你 虽然有些人就说 哇 好正呀 今晚呢 就买了哪一家 黄店呢 他们的外卖 回家 你看 外卖都跟我们 摆得这么漂亮呀 真的很开心呀 哎呀 有几多个 餐餐这样吃呀 吃得几多餐呀 你都瘋了 买你一盒那些 什么意粉呀 可能我吃到 两三个 这些 两送饭了 那就是呀 吃两送饭 好过啦 还吃你吗 你的理念里面 是有成本的 那些理念的成本 就放在 他那些送菜里面 送又少 是不是 造成呢 他买的售价 又那么贵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什么理念都不行啦 是不是 还有啦 你开一间 黄店出来 说有黄的理念呀 其实你不开这间 黄店出来 你都可以继续 在你的个人层面上 有那个黄的理念在那 那何需要呢 即是要开一间 实体店呢 再者呢 叫什么 黄色经济圈 这件事呢 可以的啦 说了很多年了 我们都 哎呀 根本不合格的 废话来的 这些是 像某教授 那个姓审的教授 乱吹吹出来的 是不是 是圈不了出来的 即是 你们不能够围成一个圈 即是你的圈是要 黄钱圈 即是 都拼不住的 根本上 圈来圈来圈不住的 就走啦 是不是 还跟别人说 黄色经济圈 神经 其实经济圈 这件事都很少说的了 即是 变成黄店黄店黄店 黄店地说自己 即是这些黄店的东西 我都不太明白 即是为什么要有黄店这件事呢 即是让自己的黄圈的人 可以去帮衬 即是可以吃相同理念的人 煮出来的东西 即是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 不是一样 可能有时候还差点 是的 他们是预了差的 即是差也没办法 一定是支持理念为主 再说回怎么说了 他从2019年开始 至今三年多 一直坚持着 不卖惨 不吐苦水 不收捐款 咦 开餐厅要收捐款? 哈哈哈 你现在就卖惨了 告急了 是不是? 哈哈哈 对啊 为什么呢 随着时间日子的消磨 终于到现在 今年已经在淡季了 看到街上的人流稀少 晚上8点多钟 晚上 简直叫空荡荡 其实又 空荡荡 是不是这样呢? 因为我看到 很多市民 在昨天 说要去日本的自由行 乘搭飞机 要去到大阪 要吃海胆 要快点 有个人说 立即准备了60万日圆 记住 不是港元 60万日圆 就去到准备 狂买 狂食 是啊 为什么不肯用在你那里? 为什么? 不肯的 忘记了了 没有人在意的 什么圈 还在买理念 其实都是 很可能的 这类人都是 跟不上时代节奏 还以为那个圈还可以做 很奇怪啊 是啊 他说 假如 当时 梦境中 你我流过血汗 还说想当年流血流汗 那些 坐牢的都出来了 好像已经笑死人了 希望大家在12月圣诞节之前 大家来支持一下 希望你回来 令我们一直守护的人 事和地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多谢大家 祝平安 还说这些? 神经病 真是神经病 捉了 什么守护人事地 我不太明白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乱说的 什么守护人 你守护些什么? 你连这间铺 都未能守护得到 说守护 你有这间铺的话 你怎么守护了这些地呢? 这间铺又不是你的 是啊 你租的而已 神经病 他们怎样守护? 什么守护人? 很多人都离开 那些什么 去英国 去英国多 是啊 不好意思 我现在不是在香港 真的帮不了你 你怎样守护? 你守护得到 就不用去英国了 是不是? 这些是废话来的 说完 还在回眉 当时又是什么血与汗 因为他们在2020年12月的时候 警方也去他们的店铺 守护了差不多接近四个小时 找到一些 头盔 伸縮棍 带走了两个男士 又看到一些 弗杀面具 厨房暴徒 在附近 在那里走走走走走 掩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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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 说到好像很厉害的 哇 当时叫做一时气势无量 看到吗? 多厉害啊 哇 冲锋车 都来 整根东西 擋在前面 我們等警員走了就吃爆他 嘩 現在又沒有了 沒有了 真可憐 全都散了 還在回味著那時候 覺得為了這場所謂的運動 我們付出了這麼多 又有收藏這些東西 真手足來的 真心的 收藏了幾顆棍 真的叫做革命得到嗎 不是吧 騰兩枝棍 幾個面具 幾個頭盔 那就革命成功了 不要笑死人了 對呀 他們有一種很有智的理念 其實就是講到底 很有智 覺得這種理念是很實在 還要慘就是 他們不懂得醒的那部分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刻意營造這樣的氣氛 再去騙一些水語 講到底就是這樣 可能有些叫水語都開始叫醒 或者叫做食理念 水語都成功了 都吃到滯了 開始有些人都說 分析這間東西的死因是怎樣 你看那些留言就知道了 不同了 原來不吃理念的時候 沒有了理念煙燒雲散之後 原來這樣是那些味道 嘩 這間東西又貴又不好吃 不了 即是不好了 旺角大把選擇 那倒是呀 這是真的 那麼多意思 如果以前的話 你流這些話 就一定會被人罵你是藍絲 現在不會了 撐到底 懲罰他 現在沒有這些了 反而還有人問 那有沒有什麼 哪間好的推薦 還是怎樣 那些人還罵他 說真的 有心在這裡 玩情懷的 不如反省一下 之前的食物質素 有多那麼差 為什麼沒有人回頭再來吃 就是這樣了 可能真的 以為自己黃店 有理念就大了 什麼良心 良知 什麼 什麼 總之 我做得不好吃 也好 你說我的東西不好吃 你沒有良知 就是了 良知出品 那些人一定好吃的 不吃你就沒有良知 他們是想這樣勒索人 但是現在沒有人吃你 是不是整個世界都沒有良知 又或者可能你是手足來的 你真的想說 那個焗豬扒飯那麼難吃 什麼 你為什麼這樣說我 你不是藍絲來的 去藍店 去美心 一定好吃的 大集團 我們是黃店 做不到這些水準 走呀走呀 爛呀 不過記得付錢呀 然後你這樣罵的人 說的人 我想人家一定是 不喜歡的 假如 這個你記住 假如 有些人就說 說真的 其實這家人說是在旺角 其實是波蘭街的 美美的那些 就說定價 似乎太高 不是每個年輕人都吃得起 很多人都說他 又貴又難吃 貼錢買爛手 貼錢買爛手 真是貴 貴也算了 難吃才是大劑 難吃就算便宜 也沒有人光顧你 是啊 很慘 餐牌食物少 味道一般 價錢太貴 是黃店用良心 用平民價 做一等食物才是 原來黃店要這樣嗎 黃店沒有良心的 一般都是 哈哈哈哈 做買的東西很隨便 酒店價錢低等食物就會 你說平民價做一等食物就不會的 是啊 有些人還留言說他 服務態度非常差 貴得來的東西又不行 是要撐黃店的 也不撐你這家 以他的價錢來說 很多黃店 比他好吃 還說他曾經拖過同路人的數 哎呀 嘩 太可惡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同路人都騙的話 真的比藍絲還壞 壞過藍絲 壞過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什麼 就是這些 阿渣哥有機會再說一下 好像最近有些新的發展 所以 看到這些什麼吉梗 還是怎樣 我都說了 死梗 死梗 算了 倒閉了 哈哈哈 自己消亡自己 這些什麼經濟圈 還是怎樣 就是你到最後 出到真告急的時候 還要給那些同路人 猛禁走來叫做潑污水 在這裡掃臭你 還是怎樣 如果去到這樣的話 多可憐 哈哈哈 算了 我想這檔事 就快成為歷史了 希望吧 恭喜你先了 這家傳奇黃店的結局 原來都是叫做衰收美臨美香 這棵吉梗就臭的 好 我們這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